入境长长人楼 海外民众纷纷涌回台湾 居家检疫人数暴增 对防疫旅馆的需求也大幅提升 在灾案的大概有四万五千 那大概下两个礼拜 八天左右也会持续的 大概用两三千人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增加 所以我们也要鼓励地方政府 多来设我们的像一个检疫的旅馆 沙发电视加大双人床 北市防疫旅馆设备一应治全 不过需求量大几乎一防难求 北市府宣布将再增三家 未来居家检疫者若是恶意违规 将会集中安置 希望满足需求量的同时 也能落实居家检疫 大约新闻随于禅科兴致台北报导 北市中安置发电视红中安置 太阳 北市中安置 北市中安置 再次项登用 北市中安置